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谢谢 非常的高兴 我们来自北京的向上演员 没错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 我叫刘宇昭 谢谢大家 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介绍的 是吗 主要介绍旁边这位老师 说说我 孙超 是我呀 优秀的捧耿演员 别哥 优秀我不敢当 确实不敢当 你知不知道 不是 来 哥 可你告诉我什么叫确实不敢当 我替你谦虚谦虚 我有点太谦虚了 年轻有为 别别 有为谈不上 我确实年轻啊 是不是年轻 岁数小 大家能看出来哪年的吗 绝对看不出来 那是 告诉你们 1996年出生 没错 你听听现场的反应 怎么了 不可能亮灯 永远都不可能吗 怎么了 真是啊 真是96年啊 对啊 今年 22岁啊 22岁 是啊 对于男生来讲 花一样的年纪 你听听人这词 长得跟根一样 我发现您是不会聊天 嗨 嗨个玩笑 我别老跟我斗啊 问问您 您说 住哪呢 住盆里 什么意思啊 干嘛我根我不住盆里啊 技巧都没意思了 没有嘛 我都忘不了 哪住家里头呗 家里头 自老家庭条件特别好 是不是 还有在北京买的房子 对对 160多平米 80多平米的公摊面积 听到吗 怎么我给社区做贡献去了 我 大呀 太大了这有点 很大气 是吗 生活条件好 稍微好点 年纪轻轻的 穿潮牌 喜欢 潮牌大家都知道 都了解 不晾干了直接穿 那我不怕长枕子吗 我 潮牌啊 潮牌潮流 潮流 哎 你说那裤子 啊 大家见过那裤衩形状那裤子 见过吧 哎 哥 哥你告诉我哪个裤子长不跟裤衩似的 不是 怎么你那裤衩都跟T恤似的都 你瞧这话 就是那 你猥琐 你猥琐 什么牌子这是啊 你猥琐 以猥琐还你猥琐 以猥琐 急事 以猥琐 还有那个 翻白眼的红桃心 女孩老穿 穿九宝灵啊 对对对 还有那个 首都男孩 师傅这都是高级的牌子 什么牌子 首都男孩 我怎么不穿省惠女孩呢 我 我这首都男孩 London Boy 对 London Boy 那叫伦敦男孩 伦敦不是首都啊 他父母也是 是 大家都知道了 LV 对 爱马仕 是 巴布瑞 对 他爷爷 怎么样 死的时候 骨灰盒都是那一刻的 太假的了 我告诉你 哥 那我爷爷属于死队了呗 怎么呢 骨灰盒都打一钩啊 你这么理解还挺有意思的 我怎么理解 没有啊 没有您说那样的 就想说您家讲究 确实是 我小时候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 不行 你看我小的时候 就穿我姐姐剩的衣服 那时候 都那样 然后再过几年呢 怎么样啊 穿我妈妈剩的 还真这样 再过两年呢 穿我奶奶剩的 就这么下来了 哥 你爸不能给你云两件吗 那你别管 怎么着啊 我们家生活条件稍微差点 你看别人家孩子 得个90 95的 是啊 买好吃的 对 买玩具 是啊 奖励 都这样 咱没有这样 您怎么着呢 100分考回来 心平气和 应该做 你等会儿哥 等会儿你说什么 哥你能考100分 那当然了 哪颗啊 三颗 三颗加一块才考100分啊 一颗才考34分 能整除吗 你这个分数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种问题 我告诉你 那题多难你知道吗 能有多难呀 在座都是大学生的朋友 是吗 我给你们说一道 您说说 说 树上十只鸟 打死一只 还剩几只 难不难 你就说难 这题多难 太难 哥你是少吗 哥 你都直接骂出来了 你这题还搞我 真的哥 我这题两岁 我都不玩了 你知道答案吗 大伙都知道 最简单答案 一只都没有全非了 还有一种可能哥 还剩九只 你看这不理解 我跟你讲讲 树上不十只鸟吗 帮拿枪打死一只 这只不死 剩九只鸟 再树上一看 哎呦 哎呦妈呀 坏了 它有枪啊 我天 可不行 你看不见我 哎 看不见 哎呀 九只傻鸟 傻鸟吗 有这样的吗 怎么我给你解释嘛 解释 告诉你答案 您说说 说树上十只鸟 打死一只 还剩十只 不可能 不可能 说出答案 它们就得给我鼓掌 不能够 知道因为什么吗 您说我听听来 物质不灭 什么东西啊 物质不灭定律 听说过吗 说这世界有这十只鸟 你打死了一只 那九只飞不飞 无所谓 它都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十只鸟 你就给十只鸟 裸了扔地上 也还十只 你给它烧成 灰哥耐克的鬼盒里 它也还十只 那个鸟是我爷爷 是不是 这什么呀 物理答案 物理答案答数学题 还写咱凳次高 你有什么凳次你 主要是这个 作文题 分稍微低一点 你这分也不高 你知道吗 作文题难啊 多难我听听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你知道我怎么写的 您怎么写的呀 你想写作文的 语文老师负责呀 是啊 我为了讨好他 您怎么样 我的语文老师 你看这主意好 怎么样 那您怎么写的 跟我们大伙念一念 怎么样 给大家讲一讲 您说说 我的语文老师 是一个28岁的人 他是一个 不满30岁的青年教师 你等会哥 这我得拦你去 怎么了 头里都有28岁了 这不满30多余 多余了 多余 我的老师28岁了 对了 是一个多余的青年教师 好点吗 我说不满30多余 没有说老师多余 你客气点 我的老师28岁了 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语文老师 这可以 他有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 怎么你们老师是猴精 往前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 哥 这你老师从你身边走 不掉头皮吗 他 不是 怎么 一头 你稍微客气点 一头 我的老师28岁了 是一头青年语文老师 改完好多了 哥 咱俩沟通是有障碍吗 咱俩 怎么了 一头 一头头发 一头老师哥 你跟哪个动物上的学啊 你 稍微客气点 我的老师今年28岁了 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语文老师 对了 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这多好啊 长了一张爪子脸 行吗 这行吗 什么什么 爪子脸啊 爪子脸 那字 怎么牛老师拿脸挠过你啊 不是 你这话说 爪子脸 哥这能解错还能念错了吗 你 瓜子 你好 瓜子 长了一个瓜子脸 哎 哎 我有一句唐诗形容 您得念念 那这是 闲境似交花照水 嗯 租毛的凤凤凤 不如鸡 哥你这个分数其实可以理解我觉得 是吧 怎么了 挺好 您就这么看书是吗 怎么了 平常就这么看书吗 干嘛 各位都知道看书怎么看啊 看书记脑子里 用的时候能用得出来 像你这 这什么呀 就不如鸡了 什么呀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呀 你妈跟我一样阳刚吗 你妈 什么一样阳刚 一样续道 嗯 我心你们家也长到了呢 我心子 我妈也跟我说 小同学要多读书 哎 开卷有益 对开卷 这谁不知道 啊是 那肯定是开卷有益 大伙都明白 开卷让抄 那多容易啊 对不对 B卷考试你还得背着点 开卷你随便 开卷 怎么你 开卷 是 怎么你妈跟你做小抄了 不是什么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 多读书 哎呦 你知道 你看我们了解很多 我们古上的先贤 啊是吗 说一个典故 看你知道吗 您说我听听啊 嗯 孟母三拆迁 听说过吗 谁谁呀 孟母 孟子的母亲 孟母三拆迁 听过这典故吗 她这么幸运吗 哎 我天 这种事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 我天 那三拆迁 三千 多少 三千 三千可拆不走 现在的军阵四五万 三千可不让拆 不是 我是跟你讨论拆迁的问题呢吗 你不是说三千 我说这词叫 孟母三千 孟母三择林 西孟母择林楚吗 谁不知道啊 还知道好多呢 您再说说 你比如说欧阳修 欧阳修怎样 哎 他的夹风就是读书 读书为夹风吗 欲不拙不成器 哎呦 您听听啊 诸熙 众孝道 孝道 哎 有德者 虽年下于我 我必尽之 哎呦 不孝者 虽年高于我 我必远之 哦是啊 还有司马光 司马光怎样啊 夹风是节俭 节俭为夹风啊 哎 俭以立明 赤壁自败 哦 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纲呢 怎么 砸什么别人家纲 人家是见义勇为 集中生智 啊 您就说他夹风是节俭 哎 我们家和他们家夹风一样 啊 您怎么着啊 也很节俭 您也节俭吗 从平时的吃饭就看得出来啊 是啊 我奶奶说了 啊 吃不穷喝不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 哦这是您奶奶说的 对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哎 说我奶奶说的对啊 说 这属于老两口 抠到一块去了 我听见 什么叫抠啊 啊 吃饭很节俭 是这话 对 那我可考考你啊 可以啊 咱们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 年夜饭 哎 你们家节俭 你们家吃什么 唯独这一顿 啊 风俗的关系 我们家也比较丰盛 什么都有 哎 那哥我再问问你啊 到了正月十五 你们家吃什么 剩饭 为什么吃剩饭呀 三十做多了 吃不了别浪费呀 节俭剩饭 节俭不浪费 对 再问问你哥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 你们家吃什么呀 剩饭 不是怎么还剩饭呀 三十做太多了 别浪费 节俭剩饭 哦还还剩饭 哎 那我再问问你哥 到了八月十五 中秋节你们家 不跟你说 我就知道 什么呀 剩饭 我跟你讲各位 他们家就这情况 你知道吧 剩饭一吃吃一年 然后三十再做新的 你是吧 可以理解 你们家三十才开始做新的 怎么了 你们家不这样吗 像话吗 怎么了 我们家呀 中秋节八月十五 我们家吃月病 哥你家终于吃点 英识当令的东西了 哎呦吃月饼啊 淡了 什么馅的呀 剩饭 剩饭了 谢谢 谢谢二位 感谢 谢谢两位 来我们再来吃剩饭 吃剩饭 谢谢 谢谢 这个说这吃剩饭 真是你们家风吗 这个小时候是 因为我们北京人啊 剩饭还不叫剩饭 不好听啊 不知道咱们天津叫什么 北京饭叫遮罗 遮罗 第一次我说霸卵中午吃什么呀 给你吃遮罗 没以为是菠萝饭呢 还挺期待 其实就是剩饭搁一块 小时候经常吃 经常吃 对